北京时间9月6日凌晨,瑞士女排精英赛,进行了小组赛第二轮的较量,面对世锦赛同组的意大利队,以替主为主的中国女排以0比3完版,意大利一直是中国女排有些头疼的对手。 去年的大将赛总决赛,今年的世界联赛香港战,中国队都赋予了他们。 本次瑞士赛,中国女排排出的是以替补为主的阵容,而意大利则基本上是第一阵容参赛,这让本场比赛的前庭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倾斜。 中国队本场血藏了队长刘晓彤,首发为主攻断放,刘晏涵,复工胡明月,杨涵玉,接应攻详语,二传凋陵语,自由人林立,意大利阵容也有微调,改由埃格鲁和卢西亚波赛地搭到主攻,奥托拉尼出任接应,复工其里切拉和达内西,二传马里诺夫,及自由人德基纳罗。 首局开局中国6比1超出,但对手较暂停后迅速追至6平,双方相视至13平后,中国队开始出现卡伦,意大利将比分拉开,以25比20拿下此局。 第二局清平后刁林与过网击球,盼放强攻贝兰,埃格鲁反击打中,意大利将比分拉开到10比7,10比17落后的中国用高一换下胡明月,但仍无几色。 中国13比25再丢一局,第三局三平后,中国连丢4分3比7落后,在中国追至8比9后,意大利连独六分将比分拉开到16比9,中国队用孟子玄幻下段放稳固后排,但仍以13比25再败。 0比3遭到,林丰、埃格鲁的强力把球和进攻给中国队,造成了很大威胁,一传也颇为稳定。 中国队拿它没有太好的办法,最终才以22口14中,砍下全场最高的18分。 中国队梁主攻段放和刘彦涵分别拿到12分和10分,其他球员无人得分上双。 本场比赛,中国队罕见地位裁判四次吹罚轮次错误,比赛最后一分,也是这样直接派罚丢分。 安家杰教练还找裁判沟通无果,北京时间9月7日凌晨0点45分,中国女排将在小组在莫伦对类土耳其。 出片来自网络、微信搜索,我爱女排ID,W-E-L-O-V-E-V-O-L-L-E-Y,查看更多精彩文章。